亲爱的朋友你好 大家都是有缘之人 如果可以的话 恳请你加个关注点个赞 分享一下 十分感谢 第三百一十集 探子来报 郭湘一见神雕 扑过去要揽他的相警 便如见到久别重逢的好友一般 神雕却退开两步 傲然昂利 侧手邪逆 你可真神气得紧 不踩我吗 我偏偏要你踩我 郭湘说着纵身而上 一把抱住了神雕的头颈 这次神雕没在闪避 但邪过脑袋 便似庄严的父亲 遇到了又顽皮又可爱的女儿 终于无可奈何 鸟大哥 咱们一起去吧 我请你吃好东西 你喝酒不喝 大头鬼笑道 你请神雕喝酒 那他再喜欢也没有了 当下二人一鸟 奔往大轿场 走进大会场子 群雄见到神雕躯体雄伟 形象丑陋 无不泽泽称奇 郭湘引着大头鬼和神雕 来到台边 捡一处空地坐下 负责支宾的丐帮弟子 捡大头鬼是生客 当下过来招呼 请问姓名 大头鬼冷然道 我没名字 什么也不懂得的 郭二姑娘带我来 我便来了 不久 黄荣也即来到 杨过公然要到大校场来 事先要做了周密布置 待会儿定要大闹一场 这时 武敦儒 武修文兄弟 已经给人打下台来 朱子柳的侄二 点仓与尹的三个弟子 丐帮中的四名八代弟子 六名七代弟子 均已先后失手 台上 耶律奇已连败三名好手 郑师展周伯通所授的 七十二路空明泉和一个四十余岁的壮汉交手 这壮汉名叫蓝天河 是贵州的一个苗人 幼时随人至四川青城山彩药 失足堕入山崖 遇得其人 学得了一身刚猛 贤狠 兼而有之的外门武功 他掌力中 隐隐有风雷之声 轰轰发发 的确是威风了得 伊律奇的拳法 却是拳出无声 脚去无影 飘飘乎乎 令对方难以捉摸 两人一刚一柔 在台上打了个旗鼓相当 这番武功显露出来 台下数百名 本来想上台一叫的好汉 无不自愧不如 君想 幸亏我没贸然上台 否则岂不是自献其仇 人家这般的内力外功 我便是再练十年 也未必是他二人的对手啊 蓝天河的掌力虽猛 但狂风不中招 骤雨不中息 毕竟难以持久 虽听他一掌掌发出去时 呼呼之声越来越大 其实中间所运潜力 却已大步如前 耶律奇的全招 既不比钱快 亦不比钱慢 始终全神贯注的 见招拆招 他指今日之斗 不是击败几个对手 便算了局 上台来的敌手 多半愈来愈强 因此必得留下后劲 蓝天河九战不胜 心下焦躁起来 自私在西南各路二十余年 从未遇到过一个 能挡得住自己三十招的境地 想不到今日 在天下英雄之前 偏偏奈何不了一个后辈 当下催动内劲 不住地增加掌力 两人回旋反复地 又拆了二十余招 蓝天河斗剑对方拳法中 露出破绽 大喝一声 走 他一拳酒鬼摘星 往耶律奇胸口打去 耶律奇又再挥出 双掌相交 灯石 黏着不动 变成了各以内力相拼的局面 过了片刻 蓝天河忽然脸上变色 亮亮呛呛地退了两步 拱手说道 佩服 佩服 他走到台口 朗声说 耶律大爷手下留情 没要了兄弟的性命 果然是英雄仁义 兄弟心悦成佛 说着 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摇了摇头 跃下台去 耶律奇拱手道 成蓝兄相让 原来 蓝天河一掌打出 和耶律奇又掌相交 急忙催动内力 猛觉着手之处 突然间变得虚虚荡荡 便如伸手入水 似空非空 似时非时 另有一股粘稠之力 缠在掌上 这股似虚非虚的直觉 瞬息间 便从对方掌心 传到了自己的手臂 再从自己的手臂 通到胸口 直降 丹田 小腹中 灯石便如鸡血的 十多碗沸水 挤逼着 要向外爆炸 他这一惊之下 自是魂飞天外 急忙运进后夺 但手掌 竟如给急刃的胶水 沾住了一半 虽向后拉了半尺 却离不开 对方的掌心 当年师父受他武艺之时 曾说他这一路风雷全乏 以知行走江湖 已可说绰绰有余 但若遇上了那家高手 千万要小心在意 只要给对方内力侵入丹田 纵不是当场毙命 这一身功夫 可也要废了 这念头在他的脑海中一闪 双目一闭 只待就死 陡然间 掌上的粘力乌尸 跟着丹田中雨热之气 也缓缓消失 他威已运进 竟然全身功夫丝毫未损 那则是对方手下荣情 因此上赶窥之余 站到台口 向群雄交代了几句 适才二人这场龙争虎斗 蓝天河掌力威猛凌厉 台下人人有目共睹 但耶律奇居然将他败于无形 凡是稍有见识之人 再也不敢上台挑战 耶律奇是郭靖黄荣的女婿 和丐帮大有渊源 四大长老和众八代弟子 都愿他当上帮助 他又是全真派 祈秀周伯通的弟子 全真教弟子 算来都是他的晚辈 凡是与郭靖夫妇 全真教有交情的好手 都不在于争 只有几个不自量力的 莽撞之徒才上台领教 但都是接不上数招 便急落败 郭福见丈夫一压当场 心中的欢喜 自是难以言喧 一瞥眼间 呼见一只奇丑的巨雕 和那个在风陵渡见过的 大头矮子 坐在妹子两侧 不经一正 当郭湘和大头鬼神雕 来到这大教场时 耶律奇和蓝天和鸡斗正憨 郭福全神贯注在丈夫的身上 神雕虽然形貌惊人 他却是视而不见 这时静敌已去 他才想到何以妹子说过不来 却又来了 一转念间 暗道 不好 杨过自称神雕大侠 这只穷凶极恶的大鸟 必定便是什么神雕了 神雕起来 杨过也必就在左近 他倘若来抢帮助 他倘若来抢帮助 一刹那间 心中自喜便忧 当日杨过拂袖 将他长剑击弯的情景 历历如在墓前 七哥武功虽强 能不能敌得过那个独臂怪人呢 这人自幼便是我梦中的魔星 今日当次要紧关头 他迟不迟走不走 却又来了 但郭福游目四顾 并不见杨过的踪迹 这时天色江黑 耶律齐又连败七人 待了两久 再也无人上台教义 梁长老走到了台口 朗声道 耶律大爷文武双全 我帮上下向来亲养 若能为我帮之主 自是人人月服拥戴 他说到这里 台下丐帮的帮众 一起站起 大声欢呼 不知有哪一位英雄好汉 还欲上来一显身手 梁长老连问三遍 台下寂静无声 郭福大喜 杨过此刻不知 时机已失 待齐哥一接任帮主 他便再要来捣乱 也已来不及了 便在此时 乌听得提声紧迫 两骑马向大教掌 急驰而来 听那马蹄之声 马上乘客 显示身有急事 郭福已惊 终于来了 但见两骑马如飞般 驰进教场 乘者身穿灰衣 却是郭静派出去打探军情的探子 郭静虽然瞧着台上比武 心中可无时无刻不念着军情 一见这两个探子 如此纵马狂奔 终于来了 郭静 郭静 郭福 父女心中 说的都是终于来了四字 但女儿指的是杨过 父亲心中所指 却是蒙古大军 两名探子迟到离高台树帐外 翻身下马 奔上前来 向郭静行礼 郭静和黄荣不等二人开口 先瞧脸色 改军情好恶 脸上必有流露 但见二人满脸 又是迷惘 又是喜欢之色 似乎见到了什么意外的喜事 只听一名探子报道 禀报郭大侠 蒙古大军左翼前锋的一个千人队 已到了唐州 来得好快 禀报 蒙古右翼前锋的一个千人队 一抵当州 嗯 北陆帝军又分两路 兴君神速 奉势锐利之急 唐州和邓州 离襄阳均不过一百余里 由两地南下 而至襄阳对岸的樊城 一路平野 并无山川相祖之险 蒙古铁骑持咒而来 只需两日便能攻道 可是有件奇事 邓州城江的蒙古千人队 一个个都死在旧地 军官士组 无意得胜 有这等事 小人所见也是如此 唐州的蒙古前方一千人 全变了野鬼 这间遍地都是尸首 最奇怪的是 这些蒙古兵尸首的左尔 都给人割了去 是 邓州的蒙古兵也是这般 人人没了左尔 郭靖和黄荣对桥一眼 军事惊喜交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